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做素菜 用的材料是用新豬肉 還有洋蔥 還有雜色的椒 大家吃素菜的朋友都知道 多吃不同顏色的蔬菜 對身體比較好 這個菜非常簡單 我們只要把雜色的椒 和洋蔥先切碎 之後就可以開始調味了 調味最主要有紅腐乳 海鮮醬 和麥芽糖 大家看顏色都會知道 顏色是否像叉燒一樣 其實我是想用一個類似叉燒的味道 的口感 紅腐乳和海鮮醬 其實基本上都是鬥製的食物 但是兩種經過不同的食材發酵之後 都有兩個不同的味型 紅腐乳和海鮮醬 其實基本上都是鬥製的食物 海鮮醬是偏重麵醬的香味 加上麥芽糖 本身有蜜糖和焦糖的味道 三樣東西合起來 就非常美味 先處理洋蔥 洋蔥主要放入香味 所以不需要炒至焦糖 可能會有些朋友問 平時的洋蔥和紫洋蔥有什麼分別 紫洋蔥一般是比較甜 顏色大約炒至半透明 軟身就可以了 接著就可以加入新豬肉去炒 油溫要保持中高 這樣煎出來才會香 新豬肉炒至差不多 就可以加入雜式椒 煮了這麼久 今天跟大家介紹 今天做的是一個素的叉燒酥 炒至差不多 就可以加入調味醬 大家要注意的是 蔬菜的水分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加入馬蹄粉的芡水 一般我們可以攪拌一些 的芡水 煮至少許像漿糊的感覺就可以了 酥皮用之前 一般是30分鐘就拿出來 放在濕溫裡 當然好像正常一樣 我們就鋪點麵粉 接著就可以硬薄它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說硬字呢 因為北方話其實是講 我們小時候讀不正 就會讀了硬字 我想這樣也算是一個生活上的小分享 大家看到了 我有不同的武器 首先用心形武器 先蓋一下 做法很簡單 其實放了餡料之後 在旁邊 你會看到我用手指 壓一下壓一下 壓薄它 其實我是點了少許水 然後就可以黏起來了 有些朋友 其實用蛋黃漿也可以 之前都透露了 媽媽是北方人 所以 同樣的方法 我們也可以用餃子的方法 這樣做 做法都一樣 都是用蛋漿或水 抹完那邊之後 一壓就可以了 面上 輕輕地塗一下 少許蛋漿 焗爐先預熱到220度 入爐之後 我們先烤10分鐘 接著 轉回180度 再焗它40至45分鐘左右 大家可能看到 什麼只是做一些現成的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做到一個包皮 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是比較簡單 快捷的 我們不用急 先把所有材料清好 先不要攪亂自己 我們先做好發酵的底汁 主要是有乾的酵母 水 還有少許砂糖 再加這個低筋麵粉 拌勻之後 放兩小時 發酵底漿做好之後 我們把剩下的麵粉 砂糖 還有酥油 加在一起 拆勻 同時間 都可以慢慢把底漿加入 記住 不要一次過加進去 因為有時候 麵粉的吸水性 每一種不同 我們有時候 不需要放太多水 我們不用太用力搓 只要搓到麵粉 黏在一起 就可以了 發酵時間 現在大約是20-25分鐘左右 你看到它的倍數 漲大了一倍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拿出來之後 第一件事是做排氣 麵團把它拆成條狀之後 切成一塊塊 順時針也好 逆時針也好 把麵團拆成條狀 然後就可以包入餡料 跟平時做麵團一樣 我們可以把底漿做大一點 凸出來有多餘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撕走它 拆好的麵團 我們可以用布蓋住 多20分鐘之後 就可以放入蒸籠去蒸 蒸的時間就是8分鐘 這個時間 酥皮焗出來的酥叉燒酥已經做好了 大家一定好奇 味道是怎樣的 酥皮焗出來的味道會比較重 鹹鮮味比較強 蒸的味道會比較甜 蒸包由於包底是甜味的 所以你吃的時候會比較甜 還有醬汁會比較多 大家記得要試一下 味噌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既然是虛了 一篇 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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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